香港佛教学院 佛光山香港书院 还有香港维摩书院 日前联合举办了线上的开学典礼 当天除了有法师精心的介绍课程内容之外 也有不少的学员大方的分享上课心得 能够不断的得到佛法的熏陶 善知识的教导 也成为了我每周从工作生活中 难能可贵的一个充电的时间 面对镜头娓娓道来 就读佛光香港书院 带给自己什么收获 这是香港佛教学院 佛光香港书院 还有香港维摩书院 联合举办的线上开学典礼 佛光山港澳生总助持永富法师 也在云端和大家分享他眼中的佛教 我总觉得佛教 它是一个相当富有生命内涵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成既是哲学也好 各方面生命教义 总而言之 它真的是能够很如实地帮助我们 从生命尤其是在困境当中 可以让我们安然走过 运用佛法力量走过生命低潮 学佛好处有目共睹 也让这场线上开学典礼 不只吸引到中港台学生参与 就连美国还有澳洲等地 都有学员跨海响应 就是要把握应援 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国外能够参加香港的课程 是很难得的 所以从五秤共法 到三秤共法 到大秤五共法 那这个是次第性的学习 法师详细介绍丰富精彩课程内容 让求法若可学员好期待 发心把握难得应援 好好学佛 好好生活 任为是香港综合报道